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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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蠻重量級的車款 就是HILUX的小改款 仔細趕快帶著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你知道嗎 其實皮卡的市場來說 我們長久以來都覺得 FORRANGER是霸主 是 但你知道嗎 上半年一到六月 這台車賣了將近是RANGER的一倍 它賣了一千兩百多台 什麼瞬間啦 是因為它在去年七月上市的時候 它交出的量不夠多了是不是 有配額的問題 原來是配額的問題 所以你看像現在小改款 大家就很期待 它又會再拿出什麼牛肉出來 對 有哪些好料上升啊 其實我們就先光看它的外型 我覺得整個扮相真的是 翻天覆地的改變 這一代我比較喜歡 就是小改款之後 它前面比較多的那種防刮材質 或者是霧面的 野性的感覺 對 之前比較有質感 不要那麼呆板的 不是 我不喜歡太多鍍鉻 不要那麼 不要那麼Bling 對 其實你光看那個車頭啊 很多線條 你去把舊款放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 怎麼會有人小改款改了這麼多 而且你看這些 不管這些防刮材質啦 還有一些亮面的烤漆 包含LED的頭燈 日行燈 下面的霧燈 全部都換了新的設計 都換了 對 就等於它整個車頭的輪廓 你感覺差不多 但其實它細節全部都不同 很大的小改款 對 然後再來我們再往車車看 你看剛剛講這個輪拱 防刮的 但中間又有烤漆 對 然後下面亮色新的輪圈 其實整個質感我覺得好非常多 沒錯 可是我覺得如果真的會玩皮卡的啊 可能到時候還是會換掉 對 但是我覺得它輪拱的空間 其實夠夠大 輪拱夠大 它就給你升級的空間 升級就OK 而且我們剛剛跟怪也有聊到 其實它有配原廠可以給你 TRD的套件 對啊 我覺得要加要加 要加 琴雨窗啊 排檔靶啊 還有後面的檔靈板大片的 其實讓它整個運動化的元素又更好 可以去問經銷商 對 原廠沒有說 可能是一個購車時候的一個選擇 對不對 對 一個誘因啊 好 再來我們看喔 其實這個皮卡 大家很強調它的動力性的月夜 那我們知道HILUX本身它的 跟同級相比 它動力設定比較高一點點 它是2.8升的柴油 那它這次動力 馬力又再提升了15% 已經破200匹了 之前177 對 那當然它整體的調校的動力啊 搭配上底盤也有進度升級 底盤的部分是更加的硬碟嗎 還是 都有 你知道這種車一定很注重它的越野嘛 是 我們先講越野 它在 雖然它沒有機械式的LSD 中車要鎖定了 但是它透過它這種智慧型的切換呢 其實幫助後輪的脫困能力 又提升了非常多 那你在越野的情況下 我們常常覺得這種車視野很高啊 假設我們像我們之前去水牛坑 就會覺得好像那個岩石什麼的 看不太清楚 它有一個舵腳的監視系統 你直接在儀表板上面就可以看到 你前輪 舵腳的監視器 對 其實就很棒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 雖然這個車啊 越野很花扣 但是我們平常還是會用它 所以上路的時候 會覺得稍微不舒適一點 沒錯 那當然這種車後面 一定是葉片式彈簧 但是它在剪正筒啦 還有彈簧圈什麼的 統統都把它進去的優化 那我還沒開過這個車啊 我還沒開過 但是我聽其他的車評講 舒適度提升非常多 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才有引擎 它會發生一個問題就是 它常常會有積碳的問題 對 這比較麻煩 它算一個消耗品 它的DPF要進行更換 但是我剛剛在駕駛座那邊 發現一個很奇怪的按鈕 我問了原廠 它按的時候是主動式的DPF情節 就等於一般來說 我們知道你有積碳 就是要以一個比較 假設你到高速公路上 轉速要維持三間轉四間轉去燒 讓它引擎排氣管比較高溫去燒 但是它可以原地怠速主動式的情節 我覺得非常的棒 這個像是不用另外花錢 去洗你的那個椅子 其實就很好 然後還有我覺得 女孩子可能會比較有感啦 前面的座椅啊 有通膨椅 還有內飾的氣氛燈啦 新的飾板什麼的 其實都換過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車 我有一個從改款前到現在 都有一點點想抱怨的小缺點 我們往後來看 其實我們知道 RANGER的人性化表現很好 可是HILUX 你看這一邊 完全沒有輔助力道 我現在開一遍喔 它直接掉下來了 我手沒有去扶它的話 我記得好像RANGER是有一點點 稍微有點防呆是不是 會輔助一下 有點油壓的那個感覺 對 我覺得這個在 如果你今天是公務上 會需求常用到的 你每天搬上搬下 或者說抬這個 我覺得就會有影響 其實我覺得今天看完 怪影覺得怎樣 我覺得它改的真的很棒 改非常多 而且你看喔 將近二十萬價值的一些 配備的計畫 可是它只有 漲幅大概九萬塊錢 到一百四五萬而已 對 所以其實算划算啦 我覺得小改款之後 它那個預接訂單就接得不錯啊 接太多了 車已經要交不完 台灣市場的銷售 長青車款Vios呢 最近在海外 已經推出了這個小改款的 亞太龜版本喔 那Toyota到底會不會像這個 Hilux一樣的這個速度 引進這個小改款的車型呢 羅哥 這個是在菲律賓 最近才發表的版本 我們先看一下它怎麼改呢 好 第一個 其實引擎啊 動力啊 變速箱啊 這CVT 然後1.3 1.5 這個差不多 沒有什麼大改 其實主要就是為了外觀 外觀改什麼呢 LED頭燈 還有日行燈 還有霧燈 然後呢 對 然後前面這一整塊 這個啊 像水箱罩一樣 它變成這個亮面的 那個鋼琴 質感提升比較多 對 質感提升很多 而且也會有 滿有這種動感的這種 家族設計的特徵 有沒有 就是旁邊這兩側 然後加上這個霧燈 對 不過 因為其實在台灣 Vios算是 等於是最入門的車款 對 所以其實消費者買它 不太見得 因為這個加了LED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 就才會選擇它 因為會買它的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Entry Level 但是它如果又加了這些東西 成本可能會提高 它就沒有辦法 守在目前這個價格 所以目前 目前我們打聽到的消息是 目前短期內不會跟著改啊 而且今年接下來 有更重要的車子要上市 是的 大家記得吧 記得Toyota的Corolla Cross 對不對 對 好 雖然呢 Vios可能不會進到台灣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像每個企業啊 都有它的文化存在 一個企業如果能夠走到 100個年頭 真的相當的不容易 從軟木工業一直到汽車工業 今年呢 到底是哪一個車廠 迎來了100週年的紀念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在全球汽車市場 我們有非常多歷史悠久的品牌 例如超過100週年以上的賓士 福特 B&W 在今年2020年 有一個品牌 迎來了它的100週年紀念 同時在台灣推出 三款特殊紀念車型 那就是MASTA 在我們今天看到的車型上呢 有CX30 有Mazda 3 還有當家的敞篷車 MX5 那這三台車呢 其實都有各自代表的定位嘛 跨界球旅當家的先輩房車 以及最著名的一個敞篷車 那以這一次100週年的紀念款來說 它是向致敬Mazda的第一台車 就是在1960年推出的R360 Coupe 當時也是以一個米白車身 配紅車頂的一個配色 所以你看到現場的這些車呢 就是以白色的車身搭配 在九韻紅的一個內飾喔 那當然他們其中有許多不一樣的點 但是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喔 例如在Mazda 3 CX30的前葉子版 還有MX5的後輪的部分 就有多一個背景喔 你可以看到 100年1920到2020 它是一個車身的紀念版名牌 那在旁邊的輪圈 中心蓋也是一個紀念的一個徽章喔 所以其實它是有一個身份的意義存在 當然呢這三台車都是以它的旗艦車型 來做upgrade 所以呢這些配備 跟原本的常規市售車型都一樣 而且都是算是最豐富最滿的一個配置 不過這三台車有一些不同 例如在他們的內裝喔 頭繩的部分都有一個百週年的刺繡 不過呢像在Mazda 3 它的有一個白色的元素 就是在中控台的T字造型的部位 那在CX30的部分呢 就是在中央按摩扶手 是提供白色的搭配 那我覺得算是打開車門 你會看到一個很醒目的一個亮點 那在MX5的部分呢 最大也是我最喜歡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車頂縫 軟紅的設計 已經變成紅色的造型 那我覺得紅色的 這個九韻紅的配色跟白車身 就非常非常的搭 我覺得很有它的一個 這種浪漫車型的味道在喔 那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售價的部分喔 在Mazda 3的部分呢 它比旗艦車型貴了三萬塊 來到102.9萬元 MX5貴了五萬塊 139萬元 最後要跟大家講一下喔 CX30它的售價 這個百週年紀念款是112.9萬 不過它是一個2021年式 而常規車型2021年式 還沒有公布它的標準售價 所以我們不知道它貴了多少錢 以上這些車型 我覺得算是百週年紀念款 滿有意義的喔 因為它除了有非常好的一個 造型上的裝點以外喔 其實也別具有收藏的意義 那這些車型呢 目前都已經開放接單了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到展間實際看看車 我相信你也會愛上它的浪漫 全新的BMW四系列 在台灣已經開始預接單了 志祺 沒錯 其實BMW一向導入車型都非常快 六月的時候出 現在台灣馬上就有預接單的售價了 420i 236萬 一直到M440i M Performance 車型370萬 其實這個價格呢 你看一下三系列 對比320其實它真的不貴 貴大概六七萬而已 所以以雙門 Sedan到雙門Coupe的這個價格來說 這次的四系列其實這個接單價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而且BMW 我覺得有點像奧迪啦 每一次的新車型 都會拿出新東西來 這次四系列除了特別特別特別大的鼻孔 這個造型之外呢 它還有多了一個功能叫做Sprint Function 有點像寶石捷的Sport Response模式 就是當你今天要超車 要跟人家輸贏的時候 按下去它給你瞬間最大的一個動力 不管是變速箱調校引擎的輸出 同時都是一個最競技的一個狀態 420就有了嗎 不知道 不知道台灣的一個配備 對 但是在440i的部分 就已經有 應該會是台灣市場第一台48伏的BMW 對 所以在動力上油耗好了一點 動力又比340i M340i稍微再大一些些 我覺得這些點就是 看來看吧 看來看吧